网購市場競爭白熱化 憑商品量更憑運費優惠 更改變民眾購物習慣 淘寶或是蝦皮 品項比較便宜一堆 而且感覺滿多種 比較新 3C產品我會買PC Home 蝦皮的話我通常都是買一些小東西 然後會趁著免運費的時候 有新加坡母公司撐腰的蝦皮拍賣 把老牌電商PC Home商店街 殺得措手不及 去年商店街個體營收下滑 將近22%虧損超過10億元 每股虧損43.25元 等於賠掉4個股本 他們在2017年也開始跟蝦皮 進行免運費或各種免上架費 等等的各種免費的競爭策略 所以我們看到光行銷費用 商店去年就有11億多的費用 所以也造成他們整個最後虧損 面對高額的虧損狀況 商店街還有母公司網家 8日宣布暫停交易 外界猜測董事長詹洪志會宣布 新一波20億元籌資計劃 這兩家公司其實都面臨大幅虧損的一個情況 所以商店街今年開始就是需要透過這個 在公開市場去募資 來提供他們這個未來的這個營運資金 免運廁殺直卸後 商店街籌資重新佈局策略 而對手蝦皮則正式進軍電商下游的貨運服務 拼24小時到貨 最後誰能勝出就交由市場考驗 歡迎新聞賴偉凡陳舒曼台北報導 多謝